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反 那些大贪官就会留下一式骂名 虽然别人还记得他的名字 但是别人提起他的名字的时候 都是骂得半死 没有一个替他说好话 死后还要被别人指责 真的是自作孽不可活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关于贪官 这些贪官最后的下场都是类似 这个贪官的名字叫做杨前县杨前县 之前是厦门海关的一个小职员而已 他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刚正波音的 后来遇到赖昌星之后 他就改变了 赖昌星模透了杨前县的所有爱好 所以小爷就顺着杨前县的爱好 一步一步把杨前县给击垮 他一开始送杨前县一份大礼物 那就是花钱帮杨前县买了一个海关官长的职务 当时赖昌星用了所有的官系 还花了大价钱 让杨前县当上了海关官长 而且当上海关官长之后 还送给杨前县一个大美女 这个大美女的名字叫做周冰 周冰可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大美女 跟那些明星比起来 有过之而无不及 除了这些 当然车子跟房子都少不了 这对赖昌星来说实在是再简单不过 可笑的是 这一个美女还给杨前县生了一个儿子 白白胖胖的 甚是可爱 展开全文就这样 杨前县沦为赖昌星的傀儡 杨前县帮赖昌星的走私犯罪立下了大功 因为他是海关官长 所以就纵容赖昌星 公私走私犯罪 当然最后我是被国家给盯上 被抓拿归案 杨前县也被判了死刑 而赖昌星被判了无期徒刑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虽然贪污腐败 当个贪官可以 一时爽快 但是贪污一时爽 爽完就要面对法律的审判 手铐正在等待的这些贪官们 只要他们伸手了 就会被抓 下场都是很惨的 要么就是蹲监狱 要么就是死路一条 还留下了疑事骂名 大家还是不要跟他们学习 要不忘初心坚守自己的原则 还要遵守国家的法律 坚决不决一切违法犯罪的行为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就不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去拥有 不然拥有的时间也是不长久 而且还给自己惹来了一身麻烦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